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大误会 很多人都觉得吃饱和脂肪是不好的 会想方设法地避开它 但也有人爱吃内脏和红肉 对超高的低密度质蛋白LDL不以为意 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人体是离不开胆固醇的 胆固醇帮助细胞建造细胞膜 还生产了像磁激素、孕激素、高酮等动药激素 没有它身体根本没法运作 常听说吃胆固醇会让血胆固醇变高 但其实这是个大误会 科学家早已发现 你吃的胆固醇并不会直接进入血液 因为大多数膳食中的胆固醇是止化的 体型太大根本进不去你的身体 就算有一小部分能进来 也只占体内胆固醇的很小比例 所以你吃的胆固醇 不会直接让你体内的胆固醇飙升 那么为什么常听说饱和脂肪有害呢 这是因为饱和脂肪确实会增加 被称为坏胆固醇的LDL 但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医学和营养学专家 对LDL提出了新的看法 我们将继续探讨这个有趣的新发现